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重新所谓的叫做动态精灵 都没用 因为开放得太快 现在所有大城市 无论是医护人员也好 学校也好 甚至银行 职工 全面这样笼含 尤其是发烧个案 每一间医院都排大队 约密不够 最重要的 见到北大医院 接受三万多人笼吼 就是发烧重症 疫苗不行 造成了今天的后果 这些就是不停在说 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后遗症 来到这里 病毒共存 基本上 在卫健委的文章写明 就是说 我现在是不理你生死的 你自求多福 不做核酸检测 每一天 阳性的都特别少 但是发烧的人特别多 不要说其他的种种 这些已经成为了整个 整个中国现在最危险的时候 当然 两三百万人 死亡这个一点都不少 而最重要的 就是整个金融体系 你连上班都不足 因为你一回就中 中 你就发烧 每人都会有几天的不舒服 好像我们中过都知道 虽然我没有打针 中过的时候 当日 我要差不多十天才康复 我个儿子打完一针就中 打第二针又中 打第三针都中 我儿子中了三次最长的十二日 基本上 一个礼拜 但是也都因为这样 令到全中国的恐慌性 奥米克勇 已经令到整个中国在那淪陷当中 据路透社彭博他们计算 就以一开放就白 现在估计是有超过三亿人中招 而最重要的 医疗体系根本上负担不来 而习近平 这一次背的锅 很有可能他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收货 也都不真真正正正 我相信没有人可以收货 他这一次说动态星灵 所谓的新十条一开放 结果导致到 他们本身的工作会议都要取消 你没有听错 就是政治局的工作会议 因为北京大爆发 现在都要取消 就是习近平没有办法 在这里做出任何的决定 因为这一次就是他的决定不当 所造成的 这一次也都大家有目共睹 就是中国式这种这样的做法 是直接这样摧毁了中国人的信心 莲花青蚊炒高24倍 接着发烧药母 但是估不到就是一个伤风感冒 但是伤风感冒也好 始终都有人发烧 始终都有人恐慌 造成了这么大的不幸 以前就说 哎呀风隔离不关我事 现在谁都关事 这条街冷冷清清 没有人敢出街 可以不上班的 连工都不用上班 这个就是现在中国 看到很多的医院淪陷 最重要的还要讲到 好像北京的其中医院 一天里面就有七百个员工 让生 而更重要的就是讲到明白 如果你是轻症发烧也好 你都要上班 病只可死不可病 现在就是中国面对奥米克戎的大爆发 所做出的举草 只可死不可病 习近平这一次根本上 连出来讲 事实上作为国家领导人 现在中国大爆发不闻不闻 不是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吗 一收就死 一放就爆 一乱就收 这种死循环 由头到尾都是不可预测的 现在直接影响的就是金融系列 连银行连金融体系 基金都没办法开工 你就知道现在大陆是多么严峻 今天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最终share 订阅科金 推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比赛 需要大家支持 但是中国有点好 已经将所有的数字都不会报 即是我不报 即是没有 现在深圳每天的两万多宗 哇两万多宗 是的 深圳的是两万多宗 即是说你只要不做核酸 即是说疫情就不严重 这个就是中国现在做的做法 你说是不是爆 发烧人多 是流感而已 不关事的 即是已经去到一个自欺欺人的地步 拜拜